妻子的浪漫旅行 二季节目里还得再来一遍 幸好 小巴发现谢娜这一季担任的团长角色 类似于魏大勋的职能 张杰并没有出现在节目里 有了活跃气氛的谢娜 其余的四位妻子 也就不至于太尴尬 最新一期节目只播出了60分钟的先榜片 就只把了热搜榜 节目中的四对夫妻都带了一波流量 节目开篇一定是先撒狗粮的 不同于对谢娜是秀恩爱的不满 观众吃第二季四对夫妻的狗粮食 全是一脸以母笑 他们完美的演绎了秀恩爱的正确 打开方式 中年夫妻代表张子怡和王峰之前 在《我就是演员》和歌手的节目中 都按戳戳的秀国恩爱 罢众至今都对两人的结合有诸多不解 这 好称真人性节目 可以好好了解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和状态 装疯年纪不小 日历不少 张子怡也是经历过风浪的人 两人颇热故事的人结合在一起 自会神交 张子怡作为演员是霸气策露了国际张 但是在丈夫和女儿面前 她就是温柔的小女人 她和王峰聊天总会一脸崇拜的看着自己的丈夫 偶尔显露出来的不耐烦也非常真实 张佳妮和买超是娱乐圈有名的高颜值夫妇 她俩之前的全家福就善过热搜 画面非常养眼 张佳妮打仗比较熟悉 让人没想到的是 买超不仅颜值高 个字高 性格还非常逗比 节目主要求丈夫在两小时内 为妻子制造惊喜 并让妻子巴斯内心的说出 我爱你三个字 没有完成的丈夫将接受惩罚 买超为此事绞尽脑汁 实在没辙 买超就念到惩罚是什么 胸口最大时 吞火球 脚翼拉罐 小巴被她的脑洞折服 而张佳妮不愿意说 则是觉得在静 头前说我爱你 太妙麻 小巴觉得 她俩的甜蜜和恩爱 确实不用这三个字来证明 一举一动全是狗粮啊 张志玲和袁勇怡 这对魔法夫妻 也来到了妻子的浪漫旅 虽然两人已经合体商工很多节目 但是观众却怎么也看不逆 大拉拉的静静总能带给人惊喜 张志玲的宠妻模式甜而不逆 她俩的相处 日常小巴可以看一百七四对情侣 最让小巴惊喜的是 包贝尔和包文静 这对夫妻俩也是争议颇多的男夫男妻 本以为他们不会有什么新鲜感 没想到观众却被两人的回忆 杀给打动了 他们在一起十二年 从学生年代走入婚宁殿堂 在包贝尔最苦最穷的时候 包文静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着她 包贝尔给老婆准备的惊喜就是 回到当年两人窝居的小房子里 铺好床 煮好方便面 重温岁月 包文静也是意料之中的被这份惊喜击中 感动到内翁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 自己特别伟大 能陪包贝尔吃苦 看得观众也是又哭又笑 包贝尔情都深处想牵包文静 包文静却灰 你不是说不让在镜头前倾吗 深谙盲罗暴力之苦包贝尔答道 我怕秀恩爱到时候有人说咋了 嘴上说着拒绝 身体却很诚实 大家看这样的狗粮 不禁不觉得腻 打脑感觉温馨又感动 有了第一次镜头前的亲吻 两人接下来的互动 都非常自然一共三次亲切 满满的狗粮 这样真实又接地气的偶像剧 拍一百期都不嫌多 小八座等下个星期 四个夫妻继续上演秀恩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